一日在海外不想谈国内纷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刚刚真的动了怒 他听到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说 他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签订的合约 都是原本过去既有的管道 他非常的生气 他甚至痛骂陈吉仲是水准极差 来听听刚刚韩国瑜的谈话 这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我们出来帮高雄市找观光客 帮高雄农产品鱼产品找出路 而且也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你就一定要在台湾唱衰 就不停的唱衰 无聊透顶 是没有水准到的极点 你成绩中到海外去推销农产品的时候 我肯定帮你拍摄就要好 为什么我们在外面老是要讲这些 让人这个 这个让人打击士气的话 非常的无聊 水准其差无比 下了台韩国瑜完全忍不住 再度的对陈吉仲开炮 他在台上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也是原本一直忍着 他到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难道我是屁吗 他甚至跟陈吉仲之间的 对陈吉仲这样的谈话 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他说不要再 他人在国外的时候 在国内用牙签一直搓他的屁股 同时韩国瑜对于 国民党内的总统大选的争议 他刚刚还是四两拨千斤 他讲说他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他讲说不要在海外 一直谈谁配谁 那就配配配吧 就是目前我们在现场 掌握这些状况 交还给彭雷